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坛的频道啦 最近多数看球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关注这欧洲杯还有美洲杯 我自己也是一样啦 虽然现在六普季前营已经开始了 球员们也陆续回到训练中心 不过总感觉我们距离赛季开始还很远 而我们的新主帅阿内斯洛也正式开启他在六普的日子啦 那过去这一周下来的各种记者会啊 官方发布的照片啊影片啊都已经说明六普呢 正式进入slot时代啦 Club的东西呢完全很多呢都已经是埋没在底下哦 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周啊 就是slot开始的第一周 我们六普球迷呢可以在新赛季上面呢 有些什么样的期待 那在这里呢我把它分为了三个点啦 那我们从第一个点呢直接来开始讲啦 第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多观众朋友们会在意的事情哦 就是阵型到底是433还是4231 我们从这第一周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们从slot的这个记者会上面看到呢 有一名叫Chris Pajard的这个记者啦 就是这个Redman TV哦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问了slot呢 是不是在六普呢会去主打他在费尔诺德打了这个4231啦 那在这个官方这里呢也有他们的full transcript哦 这里呢就可以给大家看啦 他这个记者呢就问到这个4231的东西呢 结果安内说这里的回复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啦 基本上呢slot就是在解释说 他表示他不想要球迷们呢看到他的这个足球呢 就会觉得说哦我是在打4231啊 我是在打433啊 他想要让球迷看到的是 这一支队伍呢在进攻的时候呢是打到很流畅的 球员们呢都是有各自的这个自由度呢 去覆盖不同的位置啊 有时候看起来像4231 有时看起来像4141 那有时候呢在组织进攻的时候用的是三后位 防守的时候呢就要求这个球员们会打得更为激进啊 然后位置上面呢就稍微比较固定一些啦 那最后呢slot呢其实还有回呛这个记者哦 就是说呃谁告诉你我的这个官用阵型是4231 然后直接呛说你必须要把你的分析工作做得更加好一点 然后slot呢最后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啦 对他而言呢 他觉得他的官用阵型呢是433啦 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到啦 I would say we play 433 instead of 4231 at Feyenoord 在 Feyenoord呢他会认为呢他们主打的是433而不是4231哦 那在这个整个说辞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呢是非常有趣的啦 就是呢slot特别提到了这个边位哦 fullback 他特别提及了一个fullback had different roles fullback会有不同的一个职责啦 那我们都知道啦 在不久前的这个访谈里面呢 其实slot就有特别的去聊到tran啊还有gagpo这两名球员哦 虽然gagpo呢不是一个边位啦 但是呢在slot这里呢他就有说他对于gagpo还有tran呢他自己理想中呢都有一个他们适合的位置 但是呢必须要跟着两名球员呢先进行一点沟通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球迷们呢可以去期待一下啦 我知道说 一个主帅呢进来到了一个新的球队 那你跟你上一支球队费尔诺德的这个球员啊 profile全部都不一样的话呢 来到利物浦呢肯定在打法上也会有做出一些的改变啦 而且英超联赛的强硬度呢跟合甲是天差地别哦 我相信说呢slot呢还是会做出一定的这个改变啦 那我们在频道上也有做了一个啊 阿内slot在费尔诺德的这个战术影片啦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那支影片哦 但是呢至于下赛季利物浦呢怎么去打比赛 我觉得这一点呢都要等到季前热身赛呢才可以观察到啦 所以第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呢就振兴了可能还是4-3-3 但是打法上面肯定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哦 这一点呢可以去期待啦 第二点呢我们学到的东西呢 我觉得更多呢是关于到slot啊 还有体育长官Richard Hughes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 我觉得是值得球迷们去观察啦 我们从slot呢来到六浦的第一个访谈中呢 我们就知道啦 他几乎每天都在跟这个Richard Hughes哦 也就是我们新的这个体育长官呢通话 为新赛季的影员工作做准备啦 slot这一次来到六浦呢也是以主教练哦 head coach的这个身份的 而不是像以往呢主帅manager的身份呢来到六浦啦 在klop的这个时期 很多报道是有说明说klop在转会市场上的这个权力是蛮大的哦 不少球员的去留啊 影员呢都跟klop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啊 klop呢都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哦 slot这一次进来六浦呢 更加专注的是怎么去训练球员然后跟体育总监有合作 让体育总监去处理转会上面的事情啦 那天空体育呢稍早前呢 几天前啦其实有在YouTube上面发布一支影片哦 slot也有提到啦 从他开始做主教练起主教练起呢 跟各个俱乐部呢在转会市场上呢都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来到六浦棚呢其实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啦 还是需要先去观察球队内现有的一些球员呢 适不适合他的这个战术要求才会去转会市场上物色目标哦 对我而言呢我觉得 我知道很多俱乐部都已经开始在签新影员啦 比如说英超里面的纽卡斯呢签了好几名球员啊 热刺呢刚刚签了一个Litz United的这个装厂啊 曼联的茂势这里呢好像也是要签到一名中卫还有一名前锋哦 但是这些俱乐部的班底啊 他们的这个主帅啊体育总监啊教练团等等等啊 其实都是跟上赛季呢是相同啦 反而六浦这里呢是有一点有一个大革新这样子哦 如果呢还没有得到主教练的同意呢就在这个转会市场上面买人呢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不符合逻辑啦 所以我个人呢对于现在六浦在转会市场上没有什么动向呢 不会感到特别着急哦 我认为说最早的转会呢都要等到欧洲杯还有美洲杯结束之后呢 才会开始有所行动啊 必须要等到这些球员们呢回到训练场上呢 slot呢去观察了他们之后呢 看看他们适不适合自己的战术要求 才去转会市场上找新的人 我觉得是完全符合逻辑 我没有在着急的一件事情啦 所以球员们呢球迷们呢 稍安勿躁啊 新的这个影院呢我觉得肯定是有啦 只是10级呢还没有到而已啦 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 也是slot呢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哦 就是非常务实的执教方式啦 我们从呢六浦的官方影片 这个insight training的这个影片里面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官方的照片啊 就好像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slot呢是一个非常行动派的一个教练哦 相比起club的话呢 德国人呢更多的这个训练方式呢 是让教练团去执行这些训练哦 他的工作更多是像在场边啊监督啊 然后在场边呢去要求球员做到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啦 slot呢目前呢在六浦的这个执教 这个训练场上呢 其实更多时候呢是跟球员一起在场上哦 一步一步去执行他的这个训练计划啦 就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也看到啦 他是拿着这个扫子啊 含着自己想要的这个指令等等等哦 我觉得这一点呢球员们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不同啦毕竟呢 这一次是主教练真的是看着你训练 跟你一起训练哦 或许可能压力上可能会比较大 但是同时间我也觉得说 球员们呢可能有更多 更明确的这个 指导说主教练想要在你的身上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slot呢是非常务实的执教方式哦 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啦 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在季前热神赛呢 看看一下球员在正式比赛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啦 所以以下三点呢就是我对于slot呢 这一次来到利物浦一周里面呢 大概所看到的东西并且整理出来啊 毕竟现在欧洲杯啊 美洲杯呢都只剩下一场决赛了 球员们结束了这个国际赛事之后呢 也会陆续回到训练场啦 我自己呢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新赛季的这个热神赛了 我想要看到slot呢 身为利物浦主帅主教练的第一场比赛啦 看看呢究竟能不能够为下赛季的利物浦呢 带来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元素啊 什么不同的火花啦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期待slot时期的利物浦 可能呢并不会特别的如意 或者是说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这个 expectation 这个期待呢是天差地别啦 但是无论如何我个人呢还是非常满意slot呢 目前在slot身上所看到的东西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聊到这里啦 那各位观众你们对于slot身为我们的主教练的 这个第一周呢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这个看法 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哦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呢 对于下赛季呢 slot在利物浦的这个期待还有展望啦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点赞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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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